你太常射不好 都不射也不好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有可能是男生的居點喔 那另外就是社務腺液裡面 你知道吃起來會有什麼 因為你一直做一直做 細菌容易進去 那容易會讓你社務腺發油 今天這一集就是要跟大家講那個 社務腺肥大 那社務腺肥大其實是門診的時候 非常常遇到一種疾病 那不管年輕老少 很多人都會進來說 醫生我是不是社務腺有問題 那在我們的影片觀看後台呢 其實也非常多的中早年人的觀眾朋友 那也都會遇到這個社務腺肥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開闢了一集 來為大家解答喔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大家知道社務腺是什麼嗎 其實很多人會講社務腺 有人問說那前列腺是什麼 其實兩個東西是一樣 只是名稱不同 英文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不管是你社務腺肥大 或前列腺肥大 都是一樣的 那它是什麼東西呢 它有點像一個 糖草栗子 或者是橘子 剛好在你的膀胱的開口 那像中間就是尿道 所以社務腺啊 就像這個肉一樣 會把你的尿道包住 那社務腺肥大的時候 就是會堵住啦 那在沒有肥大的時候 它就是比較通常 那至於社務腺還有什麼功能呢 社務腺的功能呢 其實我們就是 控制我們射精的走向 那它有點像個幫浦 把我們的精液給擠出來 激發出去 射出去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有可能是 男生的居點喔 尤其是我們從肛門進去 刺激它的時候 它會得到一定的高潮 說到射精呢 大家知道我們的精液裡面 有30%是社務腺液嗎 社務腺液為什麼會在精液裡面 它就是要活化我們的精蟲啊 因為這些精蟲 要在水裡面有才有的比較快 所以社務腺液 佔了很大一份的比例 那另外就是社務腺液裡面 你知道吃起來會甜甜的嗎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功能 所以它可以提供這些精蟲養笨 游得比較快 衝得比較快 就能比較快達到目標 說到弱減性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之前的 內褲尻槍影片裡面 我們的精蟲檢驗報告裡面 都有一個酸解值 這個酸解值就是受到社務腺的影響喔 那現在大家知道社務腺很重要了 因為社務腺跟你的射 息息相關 你從小到大都會射 只要你會開始 硬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射了 這件事情就會讓你的社務腺 可能會有些問題 你知道社務腺最常發生的幾個問題是什麼嗎 社務腺比較常發生的問題 最主要是三個 第一個是社務腺炎 那第二個是社務腺癌 那再來是社務腺肥大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是泌尿科醫生嗎 其實很多人 會因為社務腺發炎 發炎的炎 來泌尿科門診 那社務腺炎怎麼會發生呢 因為社務腺在我們的尿道的中間 它有點像是 可以阻擋我們細菌進來的第一道關卡 但也因為如此 所以細菌常常會跑進去 然後造成發炎 比較常見的事情就是 性行為 因為你一直做一直做 細菌容易進去 那容易會讓你社務腺發炎 那發炎的時候會有什麼症狀 可能尿尿會痛啊 會灼熱啊 或者是你的會音部會很不舒服 你整天覺得怪怪的 你應該很常見嘛 看你就知道你社務腺發炎的這種人 社務腺發炎 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容易發生 就是性行為比較頻繁的人 或不喝水的人 那有人會說 欸醫生 那我這個到底是要常射比較好 還是都不要射 因為有些人也會說 不射是不是社務腺發炎 激在你 如果就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過猶不及啦 你太常射不好 都不射也不好 那真的硬要選的話 應該是太常使用 會更容易發炎 對所以還是要適時適量 不要太頻繁 那你不是有個JOLO成巴表嗎 跟大家講一下 JOLO成巴表就是以你的歲數 那去算說你大概幾次性行為是正常的 譬如說你是二開童 二十幾歲 二九十八就是一個禮拜八次 那我一個禮拜要八次欸 沒有你是五 五九四十五 四個禮拜五次 那如果是三十幾歲呢 三九二十七就是兩個禮拜七次 然後四十幾歲就是四九三十六 三個禮拜六次 大家這樣下去算 我僅供參考啦 你不要用這個拿去威脅另外一半 說欸我十八歲啊 八次然後你都過來那邊靠搖我們 絕對沒有 那這就是社務腺發炎啦 其實社務腺肥大 應該算是一種長壽病 或者叫富貴病 因為社務腺肥大的人 通常都是要比較老一點 以前古老的時代 可能三四十歲就算很長壽的時候 那些人不會遇到社務腺肥大問題啊 還沒到大的時候 他就可能被野獸吃了 但現代人越來越老 所以社務腺也越長越大 如果沒有治療 你會造成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記得 那社務腺到底是什麼 就要拿出我們剛才撥的橘子 來跟大家示意圖囉 那社務腺其實就是像一顆橘子 中間橘肉就是肥大的組織 橘肉呢 肥大的越多 中間這條阻塞的尿道就越嚴重 那你尿尿就越容易會有症狀 也會覺得不好尿 整個都塞住的感覺 那社務腺肥大到底會有哪些症狀 其實根據我們那些指引 我們會把這個症狀分成七大類 譬如說 貧尿 你有看過你的家長 每次開個高速公路 哇 動不動就要去廁所 休息站一定要停 因為它就是很貧尿 那再來就是 下去休息站之後 你看他衝的啊 門頭還沒關就衝 因為他忍不住 你看他說再等等 他忍不住 這叫急尿 所以貧尿 急尿這都是滿嚴重的症狀 而且會影響你的生活品質 再來一個就是 晚上睡覺 奇怪他都不能一覺到天鳥 常常爬起來 他的枕邊忍 他就是他太太 可能會被他影響 我老公硬到好像爬起來 爬起來幾次是怎樣 老男人是不是 沒錯 他可能就是老男人 所以 貧尿急尿夜尿 這個是非常引人困擾的症狀 那除了這三項之外 還有另外四項 有一項就是 每次你尿尿的時候 就覺得尿不乾淨 怎麼感覺好像膀胱裡面 還有一點尿液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什麼 因為你 社會腺肥大導致你尿尿的時候 斷斷續續斷斷續續的 為什麼因為塞在外面 那你膀胱又沒有辦法 很用力就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那再來就是變得很微弱 以前年輕人轉過一K 你站在淋那個馬桶超遠的地方 你就可以尿進去 我站門口就可以尿了 對 到了成員醫師這個年紀 你就要站在淋馬桶很近 沒有我現在站門口還是可以尿啊 因為他是用低的 變得很微弱 那再來最後一項就是什麼 就是你必須要非常用力的去擠他 因為你知道嗎 中間整個都塞住了 這個路變得非常小條 一直擠一直擠 對所以如果你有以上這些症狀 你一定要去看泌尿科 這樣講一講 奇怪 聽起來怎麼跟結石有點像 結石也是不好尿啊 有些人也會覺得說 很頻尿很急 想解解不出來 沒錯 它會有點雷同 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會去刺激你的下泌尿道 下泌尿道就是你的膀胱 但它們兩個比較重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譬如說血尿好了 結石的血尿會不會痛 會 大部分都會痛 因為它是真的有東西卡住 但是攝護腺的血尿不太會痛 因為攝護腺是本身在流血 貧尿及尿也是一樣的狀況 通常結石的這些症狀 都是突然出現的 但是攝護腺肥大 哇沒有 很慢 很慢 每次問他說 你這個不舒服幾天了 他說這個貧尿三天了 我是不是攝護腺肥大 不會你三天就來 你太強了吧 攝護腺肥大是漸進式的 慢慢肥大肥起來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那麼不舒服 但其實症狀還是有差 那攝護腺肥大 如果你不治療 到底會怎麼樣 其實攝護腺肥大影響 最主要是剛剛講的 這起點排尿症狀 所以如果你不去治療 你年輕的時候你動也掉 你可能 我就常跑廁所嘛 常爬起來啊 尿尿不夠力怎麼辦 我用力一點啊 水喝多一點啊 然後用力把它噴出去 但是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在 虐待你的膀胱 因為你的膀胱用力 才擠得出去 膀胱一直不斷地被它刺激 不斷地被它刺激 久了這個膀胱就壞掉了 所以你到後來 會常見遇到的是什麼 尿不出來了 那還有一些人是 尿不好 尿不乾淨 變成是膀胱裡面 長結石 因為發炎 然後尿在那邊 淤積在那邊 就跟我們夏天沒有打掃的那個 器皿一樣 慢慢地滋生蚊蟲 展生細菌 產生結石 所以你色呼吸的肥大 一定要治療 因為你不治療之後 就會產生很多 你不想要看到的問題 大家看了這麼多 應該也累了吧 還是我們吃個橘子 休息一下 看我們吃播秀 吃播秀好了 大家也不要嫌我們囉嗦 好像要脫台前 但其實這些比較複雜的疾病 就必須要靠我們這種 淺顯易懂的方式 深入淺出 讓大家去了解說 原來色呼腺其實就跟一個橘子一樣 會肥大 也會變好吃 不過啊 我們都想要讓大家更能了解 這個色呼腺疾病 所以我們才會用 這麼生動的方法 盡量來講解 還是我們要比較實斷版 你好 請問你有色呼腺肥大嗎 色呼腺肥大就是 prostate enlargement 那在這個色呼腺我們做檢測之後 會大於20cc就是肥大 你的PHS指數應該要小於是 是一個比較標準的 那希望大家說 看到我們這個影片知道說 什麼叫做色呼腺肥大 什麼叫做色呼腺癌 什麼叫色呼腺炎 可以做一些稍微清楚的了解這個疾病 也可以更關心你身旁的健康 那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很多人會把色呼腺肥大跟色呼腺癌 兩個相提並論 其實肥大等不等於癌 完全不等於 肥大跟癌症是獨立事件 你可以有肥大也有癌 你也可以沒有肥大 也可以有癌 你也可以沒有癌 也可以有肥大 不要覺得說你有肥大 就一定是有癌症 這是不一定有的 那這集帶給大家一些基本知識 還是不應該有告訴人 vi 하고 那我們 我們 我們 cosine